欢迎收看我们一家园 台湾新助力 我是王嘉玲 有句话说 艺术源于人对生活的感触 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认识 三位传递生活美学的新著名 你知道越南也流行写书法吗 越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阮芳怡 就相当精通越南书法 连繁体字凯书 她也写得相当好 而且还很擅长绘画 曾经在台中开过画展 她也出过童话绘本 甚至还跟她的朋友一起编排绘制了越南语教材 任芳怡透过艺术创作 在台湾开启她独特的艺术人生 越南现代书法 不同于汉字书法表现 强调的是字中有画 画中有字 因为我们越南的现代书法 它是用罗马字来写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里面有好像有英文的字母 它没有跟我们的中文的书法的一样的 要遵守凯书或是律书的那些 那每一位书法老师会写出自己的风格 越南现代书法主要根据创作者的意念和风格产生 书法家的个人特色成就一切 上面橘色的这一部分是福 我们的新福的福 福就是代表家庭就很圆满 所以我写要厚的 要满的 然后福的内容有 毕业于越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阮芳怡 在读书时就喜欢写书法 她所书写的其实是属于越南现代书法 而代表越南传统书法的正是汉字 其实越南的书法早期的时候它是汉字 后来我们有自己的国语 自己的越南语 所以它就改成越南语的书法 也是叫越南现代书法 所以越南的真式书法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汉语 第二种是越南现代书法 是用越南的官方语言来写的 爱写书法的芳怡 却因为嫁来台湾后生子育儿中断了兴趣 等到孩子长大重拾毛笔经验凯书 回想起刚学凯书的那段期间 她三十岁 加上越南新著名身份 让老师同学相当亚裔 我进来之后我说老师好同学好 然后我就坐下来 然后同学就说阿妹 那妹妹你那个可能走错教室了 对面是舞蹈教室 很少有年轻人的学书法 真的很少 我讲的口音 因为他就说你请问你来自 我说越南 然后他还问我说你会学国字吗 我觉得我来台湾 我会了越南书法 那汉字书法真的 在我的小时候的想象中 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看到越南的书法家 他会写双语 那写越南语跟汉语 然后我就说天哪 我可以写到汉语 那所以我就现在学一下下 然后搞不好以后 我也可以跟他一样的写 但写国字书法 对方语来说真的是考验 我们平常写字 跟汉字书法真的很不同 有时候就看到那一个字 这么复杂 然后老师也觉得很好笑 说方语 你问题很多 夏定决心学书法 反而更认识了繁体字音字形 对字体的历史文化更加了解 2023年 方语在台中开了书法展 作品把书法的笔墨美感 完全展现 过年期间 她个免费书写赠送给大家 方语成了当年那个心目中 强大的书法家 学习路上 她的作品也说明了她的用心 我要用一个主题是心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的善良 然后我们的用心 还有我们工作的时候 都是用心的这一个字来形容的 努力学习 经营 更用心回馈 方语决定 把自己第一幅卖出的作品收入捐出去 帮助台湾的受虐儿童公益团体 希望回馈这片呵护培育她的台湾土地 台湾的朋友很有包容 可以帮忙我 在我不懂的地方 他也是帮助我很多很多事情 那我现在呢 有哪些就是自己的成就 也很想要回归社会的样子 身为还是一个妈妈 看的那些孩子真的也 没有办法忍受出来的 因为尤其我们也是有孩子 孩子呢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就是需要照顾的 需要爱的 所以呢 听到那些孩子的 他不是很幸福的 所以呢 我就 对不起 很想要提出小小的力 然后帮助他们这样子 方语是三个男孩的母亲 最懂得育儿辛苦 当年和先生交往 一句国语都不会说 都是以英文沟通 来台人生地不熟 又是新手妈妈 让他一度产后忧郁 但是当他走出家门 开始念书 世界从此改变 从国中补校 一直读到空大社工专班 我去上课之后呢 我先生会带三个小孩去 然后坐在我的后面 然后好像那个鼓励的样子 家人的陪伴和同学的鼓励 再度点燃了他的热情 台湾的朋友对我来说很热情 如果你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问我 或是呢 他写完的作业 他就就马上打电话给我说 万一你写好了作业了吗 还是我需要帮忙呢 你问我 我会跟你回答 真的 这么热情的 觉得真的台湾是一个很热情的国家 最高的 很厉害耶 儿童心理学啊 还有什么儿童学习障碍啊 那些全部的 我全部都修满了 真的 现在呢 可能是有资格来毕业了 但是还不想要毕业啊 不是 还想要学 方姨的三个儿子 双胞胎 爱打篮球 考上体育班 老三爱画画 而妈妈就是他们最好的榜样 她透过学习认识台湾 活出自己 开创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 那我们一开始要画什么 这个 盒子 好 那你画盒子 我们要给她一个中间的地方哦 对 很棒耶 从一岁之后开始就很喜欢拿我的毛笔 拿我的水彩笔 我的彩色盘全部都给她玩饭了 然后她就开始画画 她一桌下来的时候 她可以安安轻轻的花了好几张符 然后呢 可以做了两个小时 另外一只眼睛 还有呢 还有哪一个地方 一位孩子呢 他很有好奇性 然后呢 他对某某的作品 或是某某的动物啊 植物啊 他都会一直研究 那他研究过程中呢 他会问说 妈妈这个呢 要怎么画出来 才有立体的感觉 他觉得他很有成就感 他就跟我说 妈妈以后你可以多报名吗 我会画 然后我画我给你 你去帮我报名这样子 所以很开心 你终于有创意了 是 对呀 而且因为他的风格 因为是男生 所以呢 想要给他多有创意这样子 小儿子遗传他的美术天分 成为芳怡在台湾的 第一个美术学生 还获得国教署 亲子共读绘本 心得奖项肯定 当年美术系毕业后 芳怡以为教学梦碎 没想到孩子让他重拾画笔 甚至在台湾出版了童话绘本 请问这本呢 是谁做的呢 阮芳怡 大声一点点 阮芳怡 阮芳怡是谁啊 妈妈 芳怡从没想过 来台后 她的书画人生和教学生涯 重新开启 透过创作 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艺术人生 芳怡也充分发挥 她的绘画天分和语言专才 负责起国小的 越南语教材编辑和绘图 担任九所国小的越南语老师 在越南那里没有办法做梦去 越南的美术老师 那来台湾也是可以当老师 但是我们当越南语老师 然后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 108的课竿有新著名语文 我就觉得说 哇 对这个很有兴趣了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上 我们上礼拜的课程 但是老师会先复习一下 我们有几个句子要复习 在越南没办法圆梦当老师 却成功在台湾主梦 当年为了教育孩子 学了社工专业 儿童心理学等 全在这儿派上用场 不只爱自己的孩子 她更把大爱散播 划传越南语会怎么说 教推 正确 教推 我真的是很想要为台湾而付出 不论是在教育方面 生活方面 或是某某的小小的事情 也想要付出 因为台湾对我太好了 不只是我 其他的姐妹也是 想要把台湾朋友 是变成一个自己的家人 而对待的样子 一周 跑九个学校教学 将近三十堂课 对她来说 见上讲台不只是原教师梦 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你要让她 对我们的越南语这一块有兴趣 而且她可以学到的东西 我要找办法来四十分钟 把它系起来 然后下礼拜也不会忘记的 这一块也是我的成就了 因为我终于桌到了 我可能就是每天下午回家的时候 就会煮晚餐给大家吃 这样子 对 然后如果是中午有时间的时候 你自己一样的跑回来煮一下饭 今天我煮就是我们的越南有名的鸡肉漆饭 是凉拌鸡肉漆饭 之前很久没有吃到了 所以我还是一样的打电话给妈妈 然后问妈妈煮的流程 从我不会煮到现在的时候 很顺手地煮哪一道菜的话 可能就是有八十分了 八十分到九十分了 过去的芳怡完全不会煮饭 但一听到公婆或家人想吃 立刻打电话向妈妈求救 经过时间和经验累积 现在她的手艺可不一样了 芳怡开始拍片和新著名姐妹交流 希望透过影片传播更多东南亚饮食文化 因为我们的越南料理 真的有些菜都很简单 但是台湾的朋友可能就是 不知道要怎么煮 然后我们想说 好 成立一个频道 一国文化 一国的美食 印尼或是越南或是马来西亚 缅甸 柬埔寨都有在那里 我们如果有这个频道的话 我们也可以互相学习 我不会煮 我看你煮 要怎么煮 然后我就可以煮起来了 透过影像传递 在芳怡的频道内 不但有饮食文化推广 心心念念的 更是让孩子的教育资源更丰富 这几年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学生一直停课的 那远距教学对我来说没问题 但是对小小的一年级二年级 它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说 用一个频道这样子 然后学生可能就是一个礼拜 看一次 五到十分钟这样子 让他训练他的越南语能力 那这样子效果就更好 为了有更好的内容编播和剪辑 芳怡努力学习 只要能把所学传达给大家 他义不容辞 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不是我们的专场 就是新的一个科目了 然后我就慢慢地在网络上学习 然后很多同学他朋友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上YouTube 然后你做一些你自己的专场 给大家看也行 不管是越南语教学 还是书法专业 阮芳怡认真的在台湾耕耘 会洒出属于自己的多元艺术人生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带您认识 来自菲律宾的桑尼 12年前他从家乡来台工作 工厂的主管很快就发现 他有绘画天分 让他用画笔把公司的外墙 宿舍 会议室 通通画上缤纷色彩 原本知识化的工厂 变得活泼有活力 放假的时候 他也喜欢一个人带着画具 走遍城市各大角落 用画笔记录下眼前看见的美景 他是Sunny 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 已经12年了 放假的时候 不常和其他同事一块出去玩 他喜欢一个人 走访新竹各个角落 再找个地方静静地坐下来 拿出随身携带的画笔和画纸 这前Sunny来到新竹东门护城河的一角 木棉花正绽放着火红 让他立刻想要将眼前的美景 透过画笔记录下来 仿佛就像是相机的快门 连草稿都不用打 不假思索就下笔 自意绽放的木棉花 眼前的绿印深浅交错 还有那河面上的浮光掠影 任何小细节都不放过 眼前静谧的城市惬意 活脱脱地在他的画纸上重现 画石简直到冻居宫 它是深的地方 对我来说 它变得更高的地方 哪里可以更高的地方 是的 Sony來自菲律賓達我 那裡也是菲律賓前總統杜特地的顧香 他總是這樣介紹自己 畫畫是他的最愛 七歲就開始拿畫筆 小時候看了卡通就成了他畫畫的主角 直到大學念的都是藝術相關科系 畢業之後身邊的同學都選擇到海外工作 他也不例外 先去過問來 台灣是他的第二站 尤其是台灣工廠的徵才訊息吸引了他 我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開始了一個藝術 那是一刻我趕快要申請 然後我用到海外工作了 所以我再掃揮照 所以他們要做我 所以我一直裡一直以來 我一直在找找找的 然後我每天都找找找找的 然後我只要做了三個月 没想到这份工作 真的和他喜欢的画画有关 老板希望他能帮忙 把公司的环境美化 于是整间工厂 都成了Sony的画室 因为这些工厂的工厂 他们有的工厂 他们有的工厂 因为中国人的工厂 很喜欢他们的工厂 他们想让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 所以他们的工厂 他们是一个工厂 但是他只有九年 所以我会把他处置 从公司的围墙 到会议室的墙壁 宿舍的环境 以及楼梯的转角 还有厕所的玻璃墙面 都是Sony挥洒的空间 也因为有了他的画作 让整个工作场区焕然一新 变得生气勃勃 我只是想让我去做 我只是想让我去做 我只是在这里 我只是在那里 我只是在大学 為自然的食物 那樣是4小時 還不只如此 原本單調的資源回收箱 還有外觀已經有點生鏽的飲水機 都在Sony的畫筆改造下 有了全新的風貌 每年每年都用水 每年都用水 所以每年都用水 所以它用水 水 不管是走寫實風格的動物 還是色彩飽滿的花草風景 或是誇張的卡通漫畫風 當然還有逼真的人物速寫 Sony都能輕鬆駕馭 在新竹的菲律賓移工圈裡 大家都知道有個畫家很會畫畫 那就是Sony 平常個性腦腆不多畫 但做起畫來 就能展現無比的自信 朋友甚至把它作畫時的模樣 拍成影片上傳社群媒體 沒想到就是這個影片吸引了在台灣的菲律賓網路媒體記者來採訪它 Sony直接現場來個人物速寫 文妙微笑的神韵讓當事人驚呼聲連連 我最吸引的地方是畫人 只有他幫我畫真的是畫得一模一樣 連我先生有說這次的畫還是贏出來的 因為真的太像了 真的太像了 所以他說連頭髮的根畫得很厲害 連我的眼睛還有嘴唇都真的畫得一模一樣 於是身邊很多朋友都來找他畫畫 就連菲律賓人開的商店 也特別留了一面牆給他 蝴蝶 花朵 俏女郎 讓整面白牆有了趣味 這是我們設計的 因為好像是美麗製作品 所以這製作為爸爸的花椒 好像是美麗製作品 還不只如此 桑尼畫膩了平面的空間 開始挑戰立體的 圓形的小石頭被畫成了青蛙和貓咪 不規則的大石頭 則變成了立體的山水畫 還有單調的花瓶 加上了綻放的花朵更加饒富趣味 甚至大製塑膠水桶 小製筆桶及花盆它都能畫 而且畫完都送人了 只拍下照片給自己樓下紀錄 她的感覺 她的美麗製作品 是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很像這樣 然後當她在很美麗製作品 她的餐廳 我都是這樣 然後她的照片 她的照片是別的 因為她的照片 她的照片是特別的照片 她的照片 對 我對她的照片 就像Masaya那些人 也很像 就是那個 對 我們拿一個好 就是他們兩個東西嗎 是 大家都認識他 你可以相處這麼多的人 真的是一個好 最近Sony又給了自己 新的挑戰 畫畫的地方 改在人身上 沒錯 就是刺青 我好像是一個挑戰 我還給了一些 畫畫畫畫 我喜歡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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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蘇尼依照朋友的想法 刺上一隻蠍子 以及紅玫瑰 朋友說這是代表愛 一旁操是他的羅馬數字生日 以及中文名字 最下面則是女朋友的名字 讓朋友很滿意 雖然這還只是 Sony剛練習的作品 就已經看得出水準 所以我決定要試試試試試試試看 Sony說每週的假日 他總會安排一天畫畫 另外一天就到處走訪台灣各地 畫筆畫的是風景 手機記錄的是自己的足跡 在台灣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在這裡有很多人 我會有很多幫助 我會有很多幫助 提供給台灣 我會有很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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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裝的都很不舒服 因為那就是奶奶 你還在性子 所以就... 來台灣之前 桑尼想的是 總有一天要回到故鄉 開個屬於自己的小畫廊 但現在 他更喜歡台灣的生活環境 因為這十二年來 這個地方給了他 更多發揮的空間 如果能夠透過他的畫筆 都為台灣做些什麼 他很願意 這些從生命經驗中 呈現出的美學價值 透過畫筆被呈現出來 曹麗華也在這樣的引導之下 得到了療癒 不會說想到 我的生活怎麼辦 怎樣怎樣 不會想 因為我想畫什麼 我今天看到什麼 我會去畫什麼 對 一手一瞭 很多人認為藝術高不可攀 但是對來自緬甸的曹麗華來說 卻是能夠忘卻煩惱 紓解壓力的最佳良藥 當年他遠嫁來台 原本美滿的婚姻 在先生意外過世後被迫夢碎 那個時候他們的女兒 才就讀小學二年級 但是他在台灣舉目無親 只好咬緊牙根 獨立撫養孩子 後來因緣季會參加 專門推動藝術治療的 國民美術畫家劉秀美 在大道城所成立的 國民美術班 於是他開始透過畫筆 記錄下平常觀察到的人生百態 動植物生態 對他而言 作畫的時候 沒有生命的傷痕累累 只有明亮的彩色人生 宣鬧的台北街頭 隱藏著一個小綠洲 塔城公園為都市叢林 帶來一抹綠 十多年前來自緬甸的曹力華 天天在這裡辛勤工作 換來公園每天的整潔 雖然現在的公園地景 已經和當時大不同 曹力華還是可以找到 熟悉的老朋友 這棵芒果樹是當年曹力華 在這裡當清潔工時 親手種下的 如今節食累累 讓他像個小女孩一樣 開心得不得了 來自緬甸仰光 父母在他三歲時相繼過世 曹力華跟著阿姨一家人生活 豆蔻年華談了戀愛 長輩覺得雙方門不當戶不對 硬是猜散有情人 買了張單程機票 一卡皮箱他來到了台灣 我要來這邊我們也不知道 他們都飛機票 巴士部 通通都是他們辦 我都不知道 我那一天上上 我舅舅的兒子來 他要送飛機上去 他載上來了 現在天天還沒起來 我說怎麼了 他說你要去台灣 我說我怎麼做要去 通通審備好了說什麼 他說我哥哥媽我也不敢說 我說什麼 他說我阿姨他說 阿哥弄好了你什麼都不要講 包包裡面四套 四套紗龍的衣服 他說我阿姨說 他不要帶來那邊到了 他穿不完 出來乍到語言不通 大字不是一個 只能在菜市場裡幫著 另一位阿姨做生意 先生是表姐夫介紹的 他成了台灣媳婦 甜甜蜜蜜的小家庭生活 過了十幾年 卻在一夕之間變了掉 當我們兩點多鐘回來 老婆我說 老婆你吃飽了 五點鐘說一條命 沒有 男的命還脆了 我忘不了他 從事裝潢的先生 在工作時意外喪命 當時勞動市場的 執在觀念還不夠健全 曹麗華拿不到賠償金 還得一肩扛起 照顧嗷嗷逮捕的女兒 他成公園的這份清潔工作 是母女倆唯一的依靠 也在這時候 他接觸到了工商畫會 劉秀梅老師鼓勵他 透過畫筆 畫出自己的喜怒哀樂 我都是沙發 要想扶手扶 要想眼淚水淋淚 壓力很大 那你說 老師在腳的時候 你不會畫 那你蠟筆開始 都摸摸去摸摸刷一刷 這樣子你會 難度會累了睡著 芒果樹 那個旁邊的一個花 果實啊 樹啊 它已經生了 生小孩了 色籤筆一筆一畫 勾勒出深綠色的樹葉 以及青綠色的芒果果實 綜橫交錯的線條 讓畫紙上的芒果樹 有了生命力 國民美術的推廣 不管是什麼身份地位 處境的人 只要有一支筆 一張紙 都可以畫下自己的感受 和遭遇 我畫的東西 她從來沒有說 沙利文畫的 不好 沒有 她是鼓勵 你不錯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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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都是小孩子一樣 小孩子說你露臭了 媽 小孩子我也不想說 你說你畫得很棒 小孩子很開心的感覺 眼睛看見的 心裡想到的 覺得有趣的 遺憾的 嚮往的 這些從生命經驗中 呈現出的美學價值 透過畫筆被呈現出來 曹麗華也在這樣的引導之下 得到了療癒 不會說想到 我的生活怎麼辦 怎樣怎樣 不會想 因為我想畫什麼 我今天看到什麼 我會去畫什麼 對 一手一兩 這麼油畫 對 油畫 有的是油畫 你不太會弄錯了 你知道嗎 不大的空間 放滿了曹麗華 這十幾二十年來 累積的作品 畫不呈現的是 當時的塔城公園 那個運動場 那個樓梯 那個送花 通通都不要 在家屬物體上面 那個花都開的 那個杜鵑花 什麼的通通都有 公園裡看盡人生百態 有來遛狗運動的人們 也有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更有事業失憶的人 天天來公園耗時間 但為了生活打拼 而駐足的草麗華 形成強烈對比 他甚至還成了心靈導師 他是說來掃公術 那我說你去當監衛 他說馬上就變了 他說我以前是 我以為還要試機 我還要當什麼監衛 我都勸他 我說新去自己散起來 散起來以後再再來 再去你家裡 他也是最後再去 當醫院裡面的保護 他也來送給我 出水果一口 還有他記憶中的童年 也在這一張張的畫質裡 勾起了回憶 這個是我阿姨 這個是他的婆婆 這個是我阿姨的老公 這個是我 我是一三八十 我從小都是 他們都帶三大的 但是他們家 應該是說我是寶貝 你看我一三是我 他的金板上面 他們三個都是鎖路的 一三是疼我 他們都是我們明天都是穿沙樓 曹立華說阿姨家開的是雜貨店 在當時家境算不錯 他常常跑去印度人擺的小餐車 買零食 也曾經因為打破杯子 打工撥花生來賺錢買新的 而當年那兩小無猜的親色戀愛 也重現在他的畫裡 這個是我們 我男朋友給我偷偷地去約 對不對 這樣子我都畫書了 你現在會想他嗎 想他也沒有用了 我也快七十歲了 有時候畫的是別人 有時候畫的是自己 成了單親媽媽的曹立華 去過公園 醫院 圖書館 甚至是社區大樓擔任清潔人員 也賣過彩券 還好幾次因為工作跌倒 摔斷骨頭 跌斷鼻樑 一路走來挫折不斷 即便生活不輕鬆 還是有著少女心 圖畫裡看不見悲苦 字畫上總能看到 她給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突然翻到的這張畫 回憶起來都還是甜的 我老公媽媽媽會撒嬌的時候 我說你碰上吹一吹 桌子上有嗎 這邊水果 什麼樣 營藥 我說是抱住我老公 有嗎 他後面的抱抱著這樣 媽媽撒嬌的 那是愛老公的感覺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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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麗華和幾個畫友組成 破洞歌舞團 每個月會安排一次聚會 既然叫歌舞團 怎麼可以不來段歌舞呢 你敢是感情有 說不出心來運情 用笑容來唱到 高雄的戰艦 歌舞團就是要表演嘛 那我們表演就是 我們也不收門票嘛 就是表演給大帝 表演給自然 或是表演給路過的人聽 那其實也是一種 好像付出 那還有一種就是 我覺得無形中 也是鼓勵大家一種創作吧 為了每個月的聚會 大家都會用心準備 想唱歌 想跳舞 或是單純來聽故事的都可以 曹麗華興致一來 跳起家鄉的舞蹈 以前的男朋友 爸爸媽媽 還有兄弟姊妹 還有小時候人家帶傘的 都會想到是去家鄉 因为我来了好久了 不经意想起家乡 别放在心里 大家都是最好的听众 不能重复了好不好 我要哭了 我觉得更多其实是 很像一个支持的团体 我们每个人心中 可能都有一个很大的洞 也许是跟家庭的 也许是工作的 也许是跟小孩的 或是你自己个人的 那心中这个洞 可能也许也弥补不起来 可是我们可以互相支持 这天的主题是 与土地的连结 曹丽华来到台湾之后 就再也没回过缅甸 一待就是40年 比他在缅甸的时间还长 移化会友也成了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情绪出口 我觉得他的画有一种 很奇特的那种原始的神秘性 有时候也会呈现他的幽默感 这么多年来 就是他先生过世之后 他都一直 他要养育他女儿 那女儿那时候才小学很小 那他一直都是从事劳务的工作 所以我会觉得 他会 我看到他会透过他的这些创作 好像支撑他那种很疲累的一个劳务生活 我相信这个也是让他可以疏解他 一些劳务工作的那种压力 他还是很乐观在面对他的生命跟生活 他画的都比较用大自然来呈现 就花啦 树啦 那个草啦这样子 可能跟他们特别有一些感情 然后他也会画一些恋爱 可能他也想要恋爱的那种感觉 他所呈现的那个颜色 都还是比较均分一点 大量的创作 也让曹丽华开了多次画展 厉害 而且亮那么大 和刻板印象中的画展大不相同 曹丽华的画展走的是快闪形式 就这么一下午 大家聚集在咖啡厅 来听听曹丽华分享画的故事 色彩缤纷带点抽象 卖凤梨的人家 画的是他脚受伤的时候 受到的照顾 夏天热得不得了 他想象自己是美人鱼 身处在水草摇曳 本年盛开鱼而飞药的水缸里 爱漂亮的曹丽华 朋友来访 他却忙着在衣架子堆里 找件最漂亮的衣服穿 你这画越厉害了 别这样 实在可难想象 每一幅天真浪漫的作品背后 竟然是一个历尽风霜 考验不断的人生 我开心吗 有人来欣赏吗 一直画下去 一直画下去的原因是 我说压力疏解 我痛苦的悲伤的 我想画什么 对不对 静静的画 我觉得南山都是路一样 路会睡吗 没有睡 山也是一样 平没有高低的 路也是歪曲的 我们人也是这样说 对不对 你要想的是这样就说 这是年近七十的曹丽华 对人生的体悟 用画笔告诉大家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每一个蜿蜒不是曲折 沿途还有更多美丽风景 透过今天节目三位主角的故事 让我们看见 艺术能够陶冶生活 激发人类的想象跟创意 也能治愈挫折的人生 来自越南的阮芳怡 她透过书法 绘本创作 展开她在台湾的新生活 菲律宾移工桑尼 透过画笔 让制式的工厂空间 有了全新样貌 而绘画也让来自缅甸的曹丽华 忘却生命当中的挫折 原来艺术并非遥不可及 而是腐蚀皆是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探索多元文化 看见台湾新助力 我是王嘉玲 我们下次再会 词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